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事項及處理臨時提案 先宣讀提案條文 討論事項第一案及第二案先一併宣讀 條文宣讀完並後再逐條處理 請宣讀 請看公務人員懲戒主持法 修正常案條文第二道表 名稱修正為懲戒法院主持法 第一條 第一案是懲戒法 第二案懲戒法 我們先唸第一案 公務員懲戒法修正條案條文對照表 名稱未修正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未修正與線形條文同 第二條未修正與線形條文同 第三條未修正與線形條文同 第四條未修正與線形條文同 第五條 懲戒法庭對於移送之懲戒案件 認為懲戒重大有先行停止職務之必要者 得以職權裁定先行停止背負懲戒人之職務 並通知背負懲戒人所屬主管機關 前向裁定於宋達背負懲戒人所屬主管機關之一日起 發生停止職務效力 主管機關對於所屬公務員 依第24條規定送請監察院審查或懲戒法院審理 而認為有免除職務撤職或修職等情結重大之餘者 一得一職權行使職權先行停止其職務 懲戒法庭第一審所為第一項之裁定得為抗告 第六條未修正與信心條文同意 第七條除第一項中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修正為懲戒法庭外其餘同信心條文第七條 第八條公務員經醫第23條第24條移送懲戒 或經主管機關送請監察院審查者在不受懲戒免疫不受理裁判決確定 懲戒處分生效或審查結束前不得知遣或申請退休退伍 監察院或主管機關於第1第23條第24條第一項辦理移送懲戒或送請審查時 因通知全序部或該主管機關 第二章承接處分 第九條未修正與信心條文同 第十條未修正與信心條文同 第十一條未修正與信心條文同 第十二條未修正與信心條文同 第十三條未修正與信心條文同 第十四條未修正與信心條文同 第十五條未修正與信心條文同 第十六條未修正與信心條文同 第十七条未修正与现行条论同 第十八条在前面记过后 增列得为记过一次或二次等文字外 其余与现行条论同 第十九条未修正与现行条论同 第二十条除第一项第二项中 将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修正为惩戒法院等文字外 其余与现行条论同 第二十一条未修正与现行条论同 第二十二条 第一项中将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修正为惩戒法院 第二项未修正与现行条论同 第三项 增列第三项 同意行为经主管机关或其他权责机关 为行政惩处备后 负移送惩戒 经惩戒法院为惩戒处分 不受惩戒或免疫之判决确定者 便行政惩处备施其效力 第三章 审判程序 第一节 第一选程序 第二十三条 除墨具将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修正为惩戒法院外 其余与现行条论同 第二十四条 除将第一项第二项中的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修正为惩戒法院外 其余与现行条论同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五条 除将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修正为惩戒法庭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修正为惩戒法院外其余与现行条论同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 出法律别有规定外 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自行回避 不得执行职务 以下第一款至第九款同信型条文 整列第十一 第十一款 曾参与该惩戒案件之前审判裁判 第二项 法官曾参与惩戒法庭第二审确定判决者 于就该确定判决提起之在审诉讼 无庸回避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背负承戒人或移送机关 得申请法官回避 以下二款及第二项中 除将委员修正为法官外 其余同现行条文 第二十九条 除将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修正为承戒法院 及委员文字修正为法官文字外 其余 具现行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 法官回避之申请 由承戒法庭裁定之 被申请回避之法官 不得参与裁定 其因不足法定人数 不能合议者 由并任承戒法院院长之法官裁定之 被申请回避之法官 以该申请为由理由者 无庸裁定 应请回避 申请法官回避 经承戒法庭第一审裁定 驳回者 得为抗告 其以申请为正当者 不得声明不符 第三十一条 法官有第二十八条 第一项第二款之行刑者 经承戒法院院长同意 得回避之 第二十三十二条 法官回避之规定 于书记官及通议准用之 第三十三条 未修正与信息条文同 第三十四条 未修正与信息条文同 第三十五条 未修正与信息条文同 第三十六条 除将公务员惩战文会 修正为惩战法庭外 其余均同现行条文 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七条 除第一项 守聚 聚首 公务员惩战文会 修正为惩战法庭 及第三项 后段 影印修正为重制 等文字外 其余均同现行条文 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八条 除将公务员惩战文会 修正为惩战法庭 第一项 第二项中 居有 之外 其余均同现行条文 第三十九条 除第一项 第二项中 将公务员惩战委员会 合议庭 修正为惩战法庭外 其余均同现行条文 第四十条 未修正同现行条文 第四十一条 未修正同现行条文 第四十二条 除聚首 将公务员惩战委员会 合议庭 修正为惩战法庭外 其余均同现行条文 第四十三条 除聚首 公务员惩战委员会 修正 合议庭 修正为惩战法庭外 其余均同现行条文 第四十四条 除将公务员惩战委员会 合议庭 修正为惩战法庭 文字外 其余均同现行条文 第四十五条 除于第一项 移送机关于后面侦略第一省 等文之外 其余均同现行条文 第四十六条 除聚首将公务员惩战委员会 何议庭 修正为惩战法庭外 其余均同现行条文 第四十七条 除第一项序文中将 受命委员修正为受命法官 隆文之外 其余均同现行条文 第四十八条 除将后段部分 将公务员惩战委员会 何议庭修正为惩战法庭 受命委员修正为受命法官外 其余均同现行条文 第四十九条 未修正同现行条文 第五十条 未修正同现行条文 第五十一条 除第一项 第二款巨首委员修正为法官文之外 其余均同现行条文 第五十二条 未修正同现行条文 第五十三条 除序文 及第三款中 将公务员惩战委员会 何议庭修正为惩战法庭外 其余均同现行条文 第五十四条 未修正同现行条文 第五十五条 未修正同现行条文 第五十六条 除第一项 中 第一款的部分 公务员惩战委员会 修正为惩战法院外 其余均同现行条文 第五十七条 未修正同现行条文 第五十八条 判决因公告之 经延迟辩论之判决 因宣誓之 但当事人民事于 宣誓其日不到场 或于宣誓其日未到场者 不在此限 宣誓判决因于 辩论终结之其日 或辩论终结时 指定之其日为之 前项指定之 宣誓其日 至辩论终结时期 不得于三星期 但案情繁杂 或有特殊情形者 不在此限 宣誓判决 不以参与审 以之法官为宪 不问当事人是否在场 均有效令 公告判决 应于承接法院 公告处 或网站公告其主文 书记官并应做 记载该事由之 及年月日时之 证书复卷 第五十九条 未修正同性一条文 第六十条 未修正同性一条文 第六十一条 未修正同性一条文 第六十二条 判决于上诉期间 届满时 确定 但于上诉期间内 有合法之上诉者 主旗确定 第六十三条 经延迟辩论之 裁定 应宣誓之 但当事人 明示于宣誓其入 不到场 或于宣誓其入 未到场者 以公告代之 终结诉讼之 裁定 应公告之 第五十八条 第二项 至第五项 第六十条 第六十一条 第一项 第二项 规定 于裁定准用之 第二节 上诉程序 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 对于成届法庭 第一审之 终局判决不服者 得于判决送达后 二十日之 不变期间内 上诉于成届法庭 第二审 但判决宣誓 或有公告后 送达前之 上诉 亦有效力 第六十五条 当事人 于成届法庭 第一审 判决宣誓 公告或送达后 得舍弃上诉权 舍弃上诉权 因于书状 向原成届法庭为之 但书记官 无数通知 他造当事人 舍弃上诉权者 丧失其上诉权 第六十六条 对于成届法庭 第一审判决之上诉 非以其违背法令 为理由 不得为之 判决不适用 法规 或适用不当者 为违背法令 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 其判决 当然违背法令 一 判决成届法庭 判决之组织不合法 二 依法律或裁判 应违避之法官参与审判 三 承接法庭对于权限之有 无辨别不当 四 当事人于诉讼 未经合法辩护代理或代表 五 判决不被理由 或理由矛盾 足以影响判决之结果 第六十七条 既已上诉 应以上诉状 表明下列各款事项 提出与原承介法庭为之 一 当事人 二 第一审判决 即对于该判决上诉之陈述 三 对于第一审判决不服之程度 即应如何废弃或变更之声明 四 上诉理由 前项上诉理由 应表明下列各款事项 一 原判决所违背之法令及其具体内容 二 依诉认资料何于该违背法令之具体事实 第一项上诉状内 并应添据关于上诉理由之必要证据 第六十八条 上诉状内 未表明上诉理由者 上诉人 应于提起上诉后 二十日内提出理由书 与原承介法庭 为提出者 无用命起补证 由原承介法庭以裁定驳回之 判决宣誓或公告后 送达前提起上诉者 前项期间 应至判决送达后起算 第六十九条 上诉不合法 而其情形不能补证者 原承介法庭 应以裁定驳回之 上诉不合法 而其情形可以补证者 原承介法庭 应定期间命起补证 如不于其间内补证 原承介法庭 应以裁定驳回之 第七十条 上诉未经 以前条规定驳回者 原承介法庭 因述将上诉状 送达被上诉人 被上诉人得于上诉状 或第六十八条 第一项笔由书 送达后十五日内 提出答辩状 于原承介法庭 原承介法庭送交 输送卷中 于承介法庭第二审 应以收到答辩状 或前项期间已满 及各当事人之上诉期间 已满或为之 第七十条 被上诉人 在承介法庭第二审 未判决前 得提出答辩状 及其追加书状之 于承介法庭第二审 上诉人亦得提出 上诉理由追加书状 承介法庭第二审 任有必要时 得将前项书状 送达于他造 第七十二条 上诉不合法者 承介法庭第二审 应以裁定驳回之 但其情形可以补证者 审判长应定请先命补证 上诉不合法之情形 已将原承介法庭 命其补证 而未补证者 得不行前项 但书之程序 第七十三条 承介法庭第二审 调查原判决 有无违背法令 不受上诉理由之拘束 第七十四条 承介法庭第二审之判决 应经延迟辩论为之 但承介法庭第二审认为 不必要者不在此限 前项承执并论 实施之判法 由承介法院定之 第七十五条 除别有规定外 承介法庭第二审 应以承介法庭第一审 判决确定之事实 为判决基础 以违背诉讼程序之规定 为上诉理由时 所举违背之事实 即以违背法令确定事实 或遗漏事实 为上诉理由时 所举之该事实 承介法庭第二审 得斟酌之 一 前条规定 行延迟辩论 所得阐明或补充 诉讼关系之资料 承介法庭第二审 亦得斟酌之 第七十六条 承介法庭第二审 任上诉无理由者 应为驳回之判决 原判决 依其理由 虽数不当 但依其他理由 认为正当者 应以上诉为无理由 第七十七条 承介法庭第二审 任上诉为有理由者 应废弃原判决 应违背诉讼程序之规定 废弃原判决者 其违背之诉讼程序部分 视为应经废弃 第七十八条 除第六十六条 第三项之情形外 承介法庭第一审 判决违背法令 而不影响裁判之 结果者不得废弃 第七十九条 经废弃原判决 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 承介法庭第二审 应就该案件 自为判决 因基于确定之事实 或依法的斟酌之事实 不适用法规或适用不当废弃原判决 而案件已可 依该事实为裁判 二 原判决就述不合法制案件 误为实体判决 第八十条 除别有规定外 经废弃原判决者 承介法庭第二审 应将该案件发回承介法庭第一审 前向发回判决 就承介法庭第一审 应调查之事项 应详予指示 承介法庭第一审 应以承介法庭第二审 所为废弃理由之法律上判断 为其判决基础 第八十一条 上述人于终结判决宣誓或公告前 得将上述撤回 撤回上述者 丧失其上述权 上述之撤回 应以书状为之 但在延迟辩论时 得以延迟为之 于延迟辩论时 所为上述之撤回 应记载 与延迟辩论笔录 如他照不在场 应将笔录送达 第八十二条 承介法庭第二审判决 于宣誓时确定 不宣誓者 于公告主文时确定 除本节别有规定外 第一审第一节之规定 于上述审程序准用之 第三节 抗告程序 第八十三条 对于承介法庭第一审案件之裁定 得提起抗告 但别有不许抗告之规定者 不在此限 诉讼情绪进行中 所为之裁定 除别有规定外 不得抗告 提醒抗告 应于裁定送达后 使用之不便期间内为之 但送达前之抗告 亦有效令 关于舍弃上述权及 撤回上述之规定 于抗告总用之 第八十四条 抗告 由陈介法庭第二审裁定 对于陈介法庭第二审之裁定 不得再为抗告 行政诉讼法第266条 第269条 第271条 第272条之规定 以本节准用之 第四章 再审 第八十五条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原宜送机关或受判决人 得提起再审之诉 对于确定中局判决声明不符 但原宜送机关或受判决人 与以上述主张其事由 或知其事由 而不为主张者不在此限 一 事用法规行有错误 二 判决承戒法庭之组织不合法 三 依法律或裁定 因回避之法官参与裁判 四 参与裁判之法官 关于该诉讼违背职务 犯刑事上之罪已经证明 或关于该诉讼违背职务 受惩戒处分 足以影响原判决 五 原判决所凭之证言 鉴定通议或证误 以证明系虚伪或卫造变造 六 同意行为其后经不起诉处分确定 或为判决基础之民事或刑事判决 及其他裁判或行政处分 以其后之确定裁判或行政处分 以变更 第七款至第九款同现行条文 第六十四条的 第七款至第九款 前项第四款及第五款情形之证明 已经判决确定或其刑事诉讼 不能开始 或续行非因证据不足者违宪 得提起再审之诉 判决确定后 受判决人 以死亡者及配偶直系血亲 三亲等内之旁系血亲 二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 得为受判决人之利益 提起再审之诉 再审之诉 于原判决执行完毕后 亦得提起之 第八十六条 提起再审之诉 应于下列期间内为之 一前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三款 第八款为理由者 至原判决确定之一日起三十日内 但判决于顺达前确定者 至顺达之一日起算 二一前条第一项第四款至第六款 为理由者至相关裁判或处分 确定之一日起三十日内 但再审之理由知悉 在后者至知悉时起算 三一前条第一项第七款 为理由者至发现新证据 之一日起三十日内 四一前条第一项第九款 为理由者至解释公布 之一日起三十日内 再审之诉至判决确定时期 读以于五年者不得提起 但以前条第一项第四款至第七款 第九款之情形为提起再审之诉 至理由者不在此线 对于再审判决不符 复提起再审之诉者 前项锁定期间至原判决确定时起算 但再审之诉有理由者 至该再审判决确定时起算 第八十七条再审之诉 专属为判决之原承接法庭管辖 对于承接法庭就同一事件 所为之第一审第二审判决 提起再审之诉者 由第二审合并管辖之 对于承接法庭之第二审判决 本于第八十五条第一项 第五款至第八款 是由声明不符者 虽有前二项之情形 仍专属承接法庭第一审管辖 第八十八条 除将公务员承接委员会 修正为承接法院外 其余同现行条文第六十六条 第八十九条 除将公务员承接委员会 何议庭 修正为承接法庭的文字外 其余同现行条文第六十七条 第九十条 除将公务员承接委员会 修正为承接法庭 即第三项中 中断 应撤销 修正为应废弃 外其余同现行条文第六十八条 第九十一条 同现行条文第六十九条 第九十二条 同现行条文第七十条 第九十三条 同现行条文第七十一条 第九十四条 同现行条文 第九十三条 同现行条文第七十一条 第九十四条 同现行条文第七十二条 第九十三条的部分 将前段 于公务员承接委员会 修正为承接法庭外 其余均同现行条文第七十一条 第九十四条 同现行条文第七十二条 第九十五条 再审之诉 除本章规定外 准用第三章 关于各该审及诉讼程序之规定 裁定已经确定 而有第八十五条 第一项执行者 得准用本章之规定 申请再审 第五章执行 第九十六条 承接法庭第一审 承接处分之判决 因上诉其间届满 未经合法之上诉 当事人舍弃上诉 或撤回上诉 而有何确定者 书机关 应急制作判决 确定证明书 于宋达受承接人 主管机关之一日起 发生承接处分效力 承接法庭第二审 承接处分之判决 于宋达受承接人 主管机关之一日起 发生承接处分效力 受承接人 因承接处分之判决 而应为金钱之给付 经主管机关定 相当期间吹告 与其未履行者 主管机关得以判决书 得以判决书为执行名义 移送行政执行机关 准用行政执行法 强制执行 主管机关 与主管机关 收受剥夺 或减少退休职务 经处分之判决后 应急通知退休职务 经之知己机关 够 由知己机关 够依前项规定 催告旅行 及移送强制执行 第三项 及前项情形 于退休职务 或其他原因离职人员 并得对其退休职务 经或其他原因离职 给予执行 受承接人死亡者 就其遗产 强制执行 第九十七条 受承接人 因承接处分之判决 而因为金钱之给付 致承接处分 生效之日起 五年内 未经执行机关 执行者 不再执行 其于五年期间 届满前 已开始执行者 仍得继续执行 但至五年期间 届满之日起 已于五年 尚未执行 终结者 不得再执行 第九十八条 同现行条文 第七十五条 第六章 负责 第九十六条 同现行条文 第七十六条 第一百条 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月 某日修正之条文 施行前 已细数于 购物员承接委员会之 承接案件 于修正施行时 尚未终结者 除法律别有规定外 由承接法庭第一审 适用第一审程序 继续审理 但修正施行前 已依法进行之程序 其效力不受影响 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月 某日修正之条文 施行后 被负承接人之 应付承接 是由承接总内 及其他实体规定 以行为时之规定 但修正施行后之规定 有利于被负承接人者 最有利于被负承接人之规定 第101条 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 施行后 对本法修正施行前公务员 承接委员会之议决或裁判 提起再审之数 由承接法庭一 修正施行后之程序审理 前项再审之数 不适用本法第27条 第一项至第九 第一项第九款之回避事由 第一项再审之数 其再审期间 其再审是由 以议决或原判决实质规定 第102条 除诺具 将依本法修正 修正为依该次修正 其余同现行条文第79条 第103条 本法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制 请继续看 公务员承接委员会组织法 名称 修正为公务员承接法院组织法 第一条 将公务员承接委员会 修正为承接法院 及后中断承接后的斗点 删除外 其余同现行条文第一条 第二条 承接法院至院长一人特任 众理权院行政事务 并任法官 法官9人至15人 第三条 除将 原第三条中 公务员承接委员会委员长 修正为承接法院院长 以及 第一款中后段 将最高法院检察署 修正为最高检察署 以及第二款公务员承接委员会委员 修正为承接法院法官 以及最高法院检察署 修正为最高检察署 即将高等法 高等法院检察署 修正为高等检察署之外 其余同现行条文第三条 第四条 承接法院 是承接法庭 分庭审判 公务员承接案件 其庭数 是事务之反检定之 但法律另有规定者 从其规定 承接法庭 第一审案件之 审理及裁判 以法官三人合议定之 行之 并由资深法官 冲审判长 并知同以年长者冲之 第二审案件之 审理及裁判 以法官五人合议行之 并由院长冲审判长 院长有事故时 以庭员中 资深者冲之 知同以年长者冲之 第五条 承接法院设 职务法庭分庭审判 法官法第47条 第一项各款 及第89条 第八项案件 其停数 是事务之反检定之 职务法庭 合议行之 成员 以法官法第48条 第48条 之二 定之 现行条文 第五条 删除 第六条 除第一项 聚首公务员 惩戒委员会 修正为惩戒法院 及前段 将委员长 修正为院长外 侵于同现行条文 第六条 第七条 除 除 聚首 公务员 承接文会 修正为 承接法院外 请于同现行条文 第七条 第八条 承接法院设 人事事 至主任一人 检任第十指等 并得自 科员一人 至二人 委任第五指等 或 见任第六指等 至第七指等 依法律规定 办理人事管理事项 第九条 承接法院是 会计事 总计事 各自主任一人 均检任 第十指等 并得各自 科员一人 至二人 委任第五指等 或 见任第六指等 至第七指等 以法律规定 分别办理 税计 会计 及统计等事项 第十条 承接法院设 正风事 至主任一人 检任第十指等 并得自 科员一人 至二人 委任第五指等 或 见任第六指等 至第七指等 以法律规定 办理正风事项 第十一条 将现行条文 第十条 聚首 公务员 承接文会 修认为 承接法院外 其 与 第十二条 承接法院 于必要时 得自法官 助理 一人之四人 以聘用人员 相关法令 聘用专业人员 充任之 协助法官 办理案件 程序之审查 法律 问题之分析 资料之收集等事项 据专业证照职业资格者 经聘用冲任法官助理期间 进入其专业职业联制 法官助理之 聘聘训练 业务管理及考核等相关事项 由司法院定制 第十三条 承接法院设法官会议 法官会议之组成 召开时间 议决事项及议决程序等事项 处理有规定外 适用法官法第四章之规定 承接法院设 职务法庭 法官会议 其会议之组成 召开时间 议决事项及议决程序等事项 于性质不相抵触之范围内 准用法官法第四章之规定 第十四条 同线形条文第十一条 第十五条 同线形条文第十二条 第十六条 同线形条文第十三条 第十七条 同线形条文第十四条 第十八条 同线形条文第十五条 第十九条 第十四条 至前条有关审判场之规定于受命法官受托法官执行之务实存入之 第二十条 除前段 将第十七条的受命委员修正为受命法官外 其余 与性质不相抵同 第二十一条 职务法庭第一审承戒案件之裁判 应依法官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锁定职务法庭法官及参审员人数评议决定之 前项评议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 职务法庭法官及参审员因全程参与并与审判长为主席 依序讨论事实至认定法律之适用承戒处分总的一致效果 二 评议时应依序由参审员职务法庭法官个别陈述意见 其次序以之前者为先 之同以年少者为先 帝制审判长为中 三 参审员职务法庭法官不得因其就评议事项细数少数意见 而拒绝对次一应行评议之事项陈述意见 四 评议过半数之意见决定之 如职务法庭法官及参审员之意见 三说以上 各不达过半数时 以最不利于背负承戒人之意见顺势算入 四不利于背负承戒人之意见 至达过半数时 过半数为止 五 评议时各法官及参审员之意见 应记载于评议部 评议部之原本应由参与评议之法官及参审员签名 法官或参审员拒绝签名或因不能签名者 由审判长附议其室友 审判长因故不能签名者 由资深陪习法官附议之 第二十二条 承接法院行政之监督 依下列规定 司法院院长监督承接法院二 承接法院院长监督该法院 第二十三条 统现行条文第二十九条 第二十四条 统现行条文第二十条 第二十五条 承接法院之出入规程 由司法院定制 第二十六条 同现行条文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七条 除将第二十三条 现行条文第二十三条 前聚首公务员承接委员会 修正为承接法院外 其余同 第二十八条 本法以外之其他法律 所称公务员承接委员会 委员长及委员 分别改称为承接法院院长及法官 第二十九条 本法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制 全组完毕 请问委员会同仁还有人提临时提案吗 没关系我们待会再一起处理 下几个 一个 一个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 刘委员你要再提临时提案 好 那就待会我们再一并处理 我们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 审查司法院含情审议公务员承接法修正草案 那这个是全案修正好有些条没有修正但是还是全案修正好那 那委员委员同意是不是我们就省略大体讨论直接进行逐条 好 好 李委员请 对不起啊 我觉得大体讨论还是有他的那个不要性不要省略 那个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因为现在是把两个合在一起嘛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请司法院啦 我们从这个108年的我们看到这个机关税出预算表 上面的统计数据我们看起来呢工程会啊 工程会我们的收件量在108年呢 它是198件 那最高法院呢的收件量呢是14309件啦 那预算的原额呢我们是59人 我如果错的话拜托那个要指证一下 因为是根据那个资料上面显示 最高法院是311人 那这个税出的预算呢是工程会的话是9053K啦 9053K是千万十万百万 然后最高法院呢是485733K啊 所以这样来算起来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从每一个人的这个成本上面来看的话 工程会是457.3啊 也就是说每一个案件来看的话呢 它的成本费用是457300元 我不知道这个data对还是不对啦 那如果是最高法院算出来的话 会变成每个案件的成本呢是33900元 这个差很多耶 这个律师一个案件职业也不至于到 就是说一般的民众嘛 当然不要讲国际事务所嘛 这个一般的也不至于到一个案件的成本是457300元 这个是不是拜托那个司法院先解释一下 因为等到我们这个变成惩戒法院之后 它的等级其实是往上提升了嘛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对全民来讲这个负担是不是太重 是不是司法院解释一下好吧 谢谢 谢谢委员指教 我先做一个粗略的说明 接着再请我们江委员长来说明 那么基本上我们既然设置一个机关 它基本上要有一定的成员 有一定的办公空间 所以这运作起来它的基本费用就会跑不掉 这是我做大略的说明 剩下的我们请江委员长 来委员长请说 对不起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上次我在咨询的时候 还特别提到的就是说 这个预算是从哪里来嘛 所以应该是先 尤其我上次咨询的时候 特别提到就是说 因为现在在疫情的状态 然后呢上次我们也提到的就是说 因为现在全球的经济 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 对不对 然后前两天那个川普 对于这个疫情的影响经济的情况呢 还有那个国家需要用的钱 我们虽然已经通过 台湾虽然通过特别预算的部分 但是我们也担心啊 这个预算是不是够还是不够 它很可能不够的 这个几率其实还蛮高的啊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没有考虑到 就是说国家财政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里面 我并没有反对就是说 我们应该跟着法官法 变成两个省级 我并没有反对 我先我先厘清 但我只是要确定 以这样子的一个经济效应来讲 它会不会造成国人 因为毕竟这些钱都是全民的纳税 辛苦的纳税钱嘛 所以一个案件上面来讲 我们今天做这样的一个机制 造成的一个结果 是一个案件 它的成本是四十五万多 相对应于最高法院 它是三万多的话 这个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 是不是 来 司法院 谢谢委员的指教 那么最终的目标啊 这个是我们希望达成 施改国事会议的决议 希望最后能够让审判机关 就三中审的审判机关合一 那么那个时候 就能够整并在同一个机关 那其他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委员长来说明 赵伟立委员你好 谢谢委员的指教 这个工程会的案件 去年算是比较少的 但是在过去来看 大概一年都有六百多件 像104年有1410件 那105年之后 因为工程法的修正 这个第二条修正之后 这个各机关送来工程会的 他有时候就认为 可以用考基法的方式去处理 他就没有送过来 所以之后大概案件有稍微减少的趋势 那我们这一次的工程法跟组织法的修正 其实我们的预算还是维持大概在九千万以内 人员也没有特别增加 就是原来的人员跟经费 我们来运作 让这个当事人有究竟的机会 简单报告如上 如果没听错的话 您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 去年是一个例外的情形 是去年 因为去年只有这个198件而已 然后你说107年是多少件 107年是252件 106年247件 105年是524件 所以简单来讲 它的之所以建树会从 你刚刚从104年是1400多件 1400多件一直拒降下来的原因 是因为程序上面的不合法 你不受理 还是为什么它的建树会是 还是说是品质的提升 公务人员都没有应受惩戒的事实 所以它才能够 因为这个降下来其实蛮快的 因为你刚刚讲说 104年的部分1400多件 105年到500多件 106年到247件 107年到252件 所以它是从104年到105年的时候 几乎不只减半而已 减半还有700多件嘛 对不对 可是它是因为什么样 是因为你程序上面驳回 还是是因为它真正的 有因惩戒的事实的案件变少 不是 那个工程会是法院 所以它一定是不告不理 我们要靠这个主管机关 它针对违法失职的工业 移送过来之后 我们才有案件 我懂 但我的意思是说 104年修正的工程法之后 在105年的5月2号开始施行 那第二条的条文里边就规定 有惩戒的必要在移送 所以有些机关啊 就像酒驾 有的机关移送 有的机关没有移送 那移送过来我们就有案件 这种案件就要看移送机关 所以如果我理解您的答案没错的话 就是说之前在修法之前 104年修法之前 它的案件其实量件是很多的 但是修法之后 因为你加了一个必要的情况之下 所以呢 移送的案件变少了 那我可不可以再请教一下 委员长 就是那你用程序上面驳回的案件 占了你的百分比多少 它实际上面的案件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它真正的案件是多少了吗 我们几乎没有程序驳回的 几乎没有程序驳回的 全部都是实质的案件 所以真正来讲 实质案件是这么多 那如果按照这样的数据来看的话 那我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是说 工程会每一个案件的成本 是45万多 这个案件的成本 它就是对的了 因为几乎都是实质的审理 并不含程序的嘛 对不对 案件里面有重有轻 比如像监察院移送来的 那一定是重 那监察院移送的案件 占你的比例多少呢 大概有两成到三成 监察院移送的比例 有两成到三成左右 OK 那那个我再请教 对不起 来刘委员 请 那个因为我们现在要审的是 草案的条文了 那刚刚念过以后 可不可以在草案条文里面 有碰到的话 我们再一起来讨论 因为大体的部分 在星期一的时候有讨论过了 刚刚那个李委员要问的 我也想要问 可是我想要在 条文内容的时候再来问 那这样子我们 审法案才比较有进度好吗 所以是不是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尊重那个委员的意见 好 谢谢 那我们的道题讨论就进行到这里 现在开始竹条 那就请大家看修正条文 第一张总则 我们本案是名称 虽然是没有修正 但是我们还是要先处理名称 这个名称是公务员惩戒法 大家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版本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一张总则 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就通则改为总则 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照司法院的版本通过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一条 第一条是没有修正 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第一条 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版本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二条 第二条也是没有修正 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好 大家没意见的话 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版本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三条 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的话 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版本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四条 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版本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五条 第五条大概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委员会改为惩戒法庭 那另外再加上如果是惩戒法庭停止职务的话 可以抗告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来请司法院说明一下 可以让我们检厅长来说明吗 检厅长请 关于抗告的部分吗 呃 整条你先说明一下 第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多一个抗告嘛 第二就是以前主管机关停止的时候 是怎么救济的 那现在这个部分 呃 你们又在 就是在多规范 这一条就是在多规范 这个抗告的程序嘛 是不是 是他这个原则上是跟原来的条文是 呃 原则是一样的 他有分为主管机关 他可以在移送前的先行停止职务 就主管机关他可以 先做一个停止 停止 那个停止职务的这个 这个处分 那移送到惩戒法院以后 如果说惩戒法院认为有必要的时候 惩戒法院他自己也可以下裁定来停职 以前的条文叫通知 那我们现在把它因为是法院的体力 我们法院的在对外做这个 这个宣誓的时候 他会 他会用裁判的方式 所以我们把通知改为裁定 那因为改为一级二审以后 我们让这个停职的裁定是可以救济的 是他让他可以抗告 那至于主管机关他原来的 他如果他有下停职处分的时候 他的停职处分呢 他是走这个 呃 行政诉讼来 这个的行政征送的方式来救济 所以他会有两个管道 是 本来就有两个管道嘛 只是现在就是说 再把它明确 告诉大家他的救济的那个管道 就这个规定 关于这个惩戒法院 他所下的这个停职通知 把它改为裁定以后 让这个裁定可以抗告 好 好 来 来 林委员 接下来林委员 接下来刘委员 是我吗 好 李委员请 好 那你刚刚讲说 之前 呃 行政机关如果做处分 那当事人除了走行政法院的程序去抗告之外 那没有办法在工程会这边去做抗告是不是 那现在可以是不是 因为他现在我们设两审 以前只有一个审级 对 所以他就是如果他裁定停 由法院来裁定停止 那个停止的时候 他是没有办法抗告的 他顶多只能申请再审 所以现在让他可以抗告 OK 好 所以对公务人员来讲 呃 是多了一个抗告的管道 对 如果就这个处分来讲 停止处分来讲 是吗 针对主管机关的部分 他是走这个行政 征送的部分 对 那如果是征戒法院的部分 他来裁定停止职务的时候 他把它停止的时候 他是走抗告的程序 以前没有办法抗告 就是说惩戒委员会做的 停止处分 以前是没有办法抗告 现在是可以抗告 让他可以抗告 是 好 了解 前世一审 所以只有通知 告诉你这样子 好 来 请刘委员 好 我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上次质询的时候 我有提到 这个外界对于惩戒法院 他是不是公务员呢 其实有容易产生误解 所以上次质询的时候 我们其实还没听到 司法院的回复 就是他是不是变成 针对公务员的惩戒法院 这一点是 司法院认为不妥善 还是怎么样 能不能再确认一下 委员的意思 对于惩戒法院 惩戒法院 这个惩戒法院 是针对公务员的吗 对不对 惩戒法院 我们惩戒法院 在修法以后 它会有两个法庭 一个是惩戒法庭 一个职务法庭 职务法庭是 是掌理那个 法官的惩戒 秘书长请容我 那个因为这个不是 并不是只有我个人的意见而已 其实法治局还有其他的 那个也都有 类似的意见出来 他就是说 因为你的惩戒法院 你前面 本来你是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所以他很清楚 就是公务员嘛 那你现在把它换了一个名称 变成惩戒法院的时候呢 外界啦 我不是说我啦 我说外界 他有个疑虑说 那你这个惩戒法院 是除了公务员以外 其他的非公务人员 也含在里面 还是没有含在里面 如果我们开会的人 我们其实都知道 对不对 我们开会的人都知道 可对外界来讲 外界未必会知道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才有别的第三个人 他们就认为说 那你要不要把这个惩戒法庭呢 让他厘清 他就是为了公务员 你们是认为 就是说我们礼拜一咨询的时候 你认为咨询完之后 认为他还是没有必要 外界都非常清楚 他是 就是只有针对公务员 这个信心从哪里来的 因为外界他有这个疑议 所以我们作为民意代表 我们才会反应嘛 是 对 那你们完全不考虑的原因是在哪 我相信你们不考虑 一定有原因了 是 跟委员报告 那不考虑的原因 我们这个 这个部分啊 我们在我们司法院的外网 就会加以说明 说这个不会包括 历史惩戒 所以我的问题只有就说 你是非常有把握 大家一看到惩戒法庭 法院呢就知道 他是 对不起 就说一看到惩戒法庭 就说惩戒法庭就是针对公务员 这个信心里是有的 是不是 我只要确认 因为外界的反应 我们是把外界的反应来跟司法院讲 外界有这样的顾虑 那司法院我相信你最终的决定 如果你认为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疑虑 我们也不坚持啦 我们并没有坚持 我们只是想说 你有没有这样的疑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有你的把握度是从哪里来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您可以想一想 我先把我的问题讲完 所以待会其他看是谁要回答 我觉得比较容易了 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呢 是提到了 就是说你在这里面多加了一个 你可以先行停止 那个背负惩戒人的职务嘛 对不对 可是你加了一个 就是说你说你加了一个得一职权 有这个必要性吗 有这个必要性把那个一职权裁定 还有就是说我可能请教一下委员长 在过往的停止的 我在猜你会加一职权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在过往 从来没有有依申请的情形产生 就是说原来的单位 我不知道啦 我是问就是委员长 你处理过这么多案子 在过往 在过往 有没有依申请要停止职务的情形发生 因为你这边把它明定了依职权嘛 通常我们在看 不管是民宿网 其他东西要么就依申请 要么就依职权 你这边特别加了三个字 依职权 我再猜你之所以会加一定有你的道理 对不对 那你的道理是在哪里 这是我第二个问题 那我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你在最后面地方提到说 惩戒法院第一审所为第一项之裁定 得为抗告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惩戒法院第二审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产生吗 是第二审的部分 他就不会有停止他的职务的情形 所有要停止职务的情形 只可以在第一审发生吗 这是我第三个问题 三点就叫 谢谢 好 是不是等委员全部问完 司法院再来统一回复 接下来我们请刘委员 谢谢 我想要请教的就是说 在那个惩戒会里面 有所谓的通知被 这个惩戒法院要停止职务 那这个停止职务的效力 第一个 有没有跟 因为大部分都是公务员 所以有没有跟 相关的人事行政机关来协调过 所谓的停止职务效力 是指什么样子的演绎的方向 一般来讲 如果我们已经送到 如果已经在抗告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停止职务 还是要等全部的惩戒 全部结束以后才停止 这是第一个 我想在程序上 请这个说明一下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那如果它是有停止职务效力的话 有没有会影响到 它未来的 譬如说 它的这个 植物平等 或是烤鸡的方向 譬如说 会不会减薪或是降薪 等等 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一定是有横向的联系 否则只是单纯一个 就是送公务员惩戒文会 意义并不大 那所以这个的程序上面 是不是可以请 这个司法院 可以做一下说明 所谓的停止职务效力 的分级 是怎么处理的 然后后续的人事行政上面 有没有协调联系 好 我先确认一个前提问题 就是我们的 之前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它的惩戒委员都是要法官才能担任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公务员惩戒的法院 对不对 就是一个审判的机关 是不是 好 那请司法院就刚刚委员的问题 综合回复 答复 我先回复那个李委员所讲的第一个问题 那个我们的惩戒法庭是针对公务员 职务法庭是针对法官 那么这个部分 如果说要外界一望集资 这个并不当然了 我们也知道 就像我们行政法院针对哪些案子 这个也要加以说明 那么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外网 或是利用其他的机会 做法制教育 第二个问题 关于说依职权 在旧条文 它就是一种依职权的状态 第三个就是 关于抗告的部分 我们这样说好了 刘世芳刘委员刚刚也提到抗告 抗告在第二项 我们就规定了 明定说 那么在抗告 在第一审的裁定 宋达背负惩戒人所属主管机关 是一日期 就发生停止职务的效力 那么抗告不会影响 抗告不会影响 另外 对不起 公文送到就算是不是 公文送到被惩戒人手上就算 到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 手属的主管机关 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公文来回是蛮久的 尤其是到越基层的 那个公文的往返会比较久一点 不是只有七天内 是 所以你要确定是公文送到主管机关的一日开始生效 对 就开始产生他停止职务效力的行为 对不对 对 对 那其他的细节的部分 让我们那个检听长来补充 是 那关于就是说 停职的这个效力 就是宋达主管机关一日期 那关于就是说跟其他机关对这个公务员 因为停职处分他只是一个就是说他在承接判决中局前的一个保全措施 让暂时让他不执行这个这个职务啦 那他会有什么样的法定效率 可能就是说他的身份还有职务上的行为 那关于奉纪啦 辅恤 退休之前 还有公保保费 跟养老老年金 退辅基金 年终工作奖金 在目前的实务上就其实已经有一些的这个运作的方法 所以关于跟各机关的这个部分 应该是有一点 已经有这样的实务的这个横向联系 那要更明确的话 我们在承接案件的执行办法里面 也会有更具体的这个可以规范 所以他会落在各个这个 关于公务员的跟国家之间的 很多的发生的这个给付的这个相关的实体法的法定规定里面 对不起 没关系 刘委员你还有在 对刚刚那个所提的部分就表示说 他在抗告期间假设就已经被停止职务或者譬如说被降等 那抗告期间那你还要等惩戒法庭全部都完成所有的这个裁定 或者完成所有的法院上面的这个那个行使的程序吗 这个就我的意思说是不是还没有走完程序的时候 这个人譬如说该减薪的这已经减掉了 或者是说该请他 因为你有提到第四条里面就是说是有情节重大的时候 情节重大的时候才有考虑到停止职务吗 而不是说在他一审在抗告的期间就停止他的职务的效力哦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 那我这样子何必走完所谓的那个二审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怪怪的哦 抗告是不停止执行的 所以他不会去 因为他应该是说停止他的权利 停止他的权利但是不能停止他的义务 对不对 他不能执行职务了 他也必须 对啊但是他也必须每天去上班啊 停止 我的意思说你对他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好吗 第二审能不能停职 停止职务就停职了 然后他抗告也不能停职 法律上是 停止职务就停职了 但是抗告不能停止执行 所以也不能停不停职 不能不停职 所以他是处于停职的状态 除非他抗告成功 对除非他抗告成功 我想讲回就是你程序都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你已经先那个啊 但是他惩戒的案子还是在走啊 只是说要不要给他停止 这样的一个那个另外一个处分而已 可以问吗 就是说他 对就是说 就把它想成有一个本案 跟一个停止执行的这种概念 如果说我们去一个金钱 一个本案跟停止执行 那这个停止职务就是说 因为他本案在走 比如接下来因为弹劾过来了 他本案在走 他这个要经过诉讼程序 但是这个公务员 我们认为他不适合 这种情节认为说 不适合让他在这个职位上 去执行这个职务 暂时上不适合 这个本案还没有完全确定钱 我们希望就是说 不要让他在这个职务上面呢 继续来做这个工作啦 所以虽然说先把他停止职务 所以他还是暂时保有公务员的身份 但是他不能去上班 去执行这个职务的行为 他不能去做这个行为 先把他停掉 所以他还是具有公务员身份 就是说有一个本案的 懲戒的案件在走 那这个是一个保全措施的概念 先把他冻结起来 他有公务员身份 但是不让他去从事这个 职务上的行为 是有这样的 这个两个关系是这样子 好 留意你再想一下 来 立委员 对 因为抱歉 那个司法院 我刚刚的问题你们没回答 有第二审的部分 是 就是关于第二审的部分 因为他第二审就是法律审了 那通常我们会不会 我想这种到法律审的时候 才发去发现到说 他的情节非常重大 他要把他停止职务的行为 我想这种几率是比较少的 比较少不明显是没有 我来请教一下 就是说 因为刚才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你回答了我第一个问题 我有三个问题 你回答了我第一个问题 但你第二个问题 跟第三个问题呢 都没有回答 所以我在猜 可能是我讲话速度太快了 所以我试得讲慢一点 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你在上面加了一个 一职权裁定 这个三个字 它的必要性在哪里 因为你的第四条的地方 你讲说 职务当然停止的室友 是在你的第四条的地方规定 虽然这次没有修正 可是你的第四条是在那里 简单来讲就是说 如果有这个第四条的情况之下 它职务是当然停止 所以我刚才请教委员长 就是说 在过往的例子里面 发生第四条之间 因为它当然停止是说 你需要裁定 还是你不需要裁定 OK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通常在法条上面会看到说 依职权的时候 通常来讲 有另外一个情况 叫做依申请 所以我刚才才第二个问题 才请教委员长说 从过往的例子以来 你是不是曾经有被申请 移送机关 他申请你要停止的 有还是没有 我也没听到答案 我也没听到答案 我可不可以拜托 就是说委员有问题的时候呢 还是针对那个问题 还是要回答了 因为你不回答 我还是要再回来 其实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觉得不必要了 那第三个呢 你也没回答 因为你刚才前面讲 我就问你说 为什么你这个是惩戒法庭 第一审所谓的第一项的裁定 你在第二轮的时候 你说了 你说你认为在第二审 法律审发生的情况之下 机率不大 可是你如果回去到 第四条的规定 来看的时候 这些情形会一定都在 第一审的情况的时候 就已经发生了吗 未必吧 未必吧 你如果读你的第四条的 第一项情况 他讲的就是说 被通缉或计压 是说他以后就不会被通缉 被计压 只要主管机关 或者只要移送到 移送到工程会之后 就不会发生 有第四条的情形吗 还是是怎么样子 你刚才前面提到说 法律审归法律审 可是事实的发生 是事实的发生 它是跟着实际状态 它是在进展的 为什么你会认为 在第二审的情况 它就不会发生第四条的情形 这我愿闻其想 谢谢 跟委员报告 在第四条的情形是当然停止 它不必要经过 整级法院的裁定 那么关于说 那为什么 我们只规定 医职权没有规定 医生请 这个部分 就是因为旧条文 它就是只规范了 这种情形 那所以我们就是 延期原来的立法力 那么为什么在说 第二审的时候 我们没有去规范到 这个停止 停止呢 那么因为 原则上我们的规定 就是第二审就是法律审 那事实呢 它情节重不重大 在第一审决定 那因此 在第一审 去处理的时候 因为 每个案件的情节不一样 那第一审掌握得最清楚 通常它就是 比如说 按照比例原则 那个 它可能 维师的情节 是蛮轻微的 比如说 它侵占了 那个汽油的 只有几百块的汽油 那这个时候 我们很可能 只做一个轻的惩戒 降级啦 减缝啦 这样就可以 预期到将来会做 这样的 顶多做这样的惩戒 那么你去做 做停止的裁定啊 这个就有一点过度啦 就是这样 跟委员报告 我接着请教 因为这还是我的问题 只是没被回答而已 我接着请教 就是说 那个 你刚刚前面讲说 因为旧的条文 就是这样写 但我们这次在修法呀 你既然发现它错了 为什么你不去修它呢 这是我第一个 回应你的问题 回应你的答复 第二个呢 就是你刚前面提到的 就事实的部分 第一审是第一审处理 第二审就一审是处理法律问题 这个我没问题 这在你的设计上面来讲 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错 但你的逻辑是讲说 如果第一审 如果你认为第一审做的决定呢 都是对的 那你其实不需要第二审啦 你原来第二审的部分 就是去 即便它是法律审 对不对 即便它是法律审 如果二审的法官发现 他其实有应该有停职的必要 比如说他已经是怎么样 他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这个机关事物的处理的时候 你说 因为这个是第一审 他漏作了 所以我第二审不能够处理 那这样有达到你原来救济的目的吗 我好像听出来也不觉得 他有达到 既然你 除非你是认定说第一审 他的决定就绝对是对的 那你就不需要第二审啦 你的逻辑上面来讲彼此是冲突的吗 你的逻辑上面彼此是冲突的 好我第三个问题 你刚刚也没有回答的 就是说 抗告 因为抗告部分 我跟刘伟员两个人虽然问了 你回答了刘伟员 但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呢 是说 你在抗告时候 你刚刚讲说 他是在收到的时候 因为原来我们是讲通知嘛 对不对 所以刘伟员特别问了你一下 通知是什么意思 是说你寄出去叫通知呢 还是说 那个机关收到呢 叫做通知呢 到底哪一个 您刚才回答的是说 收到嘛 对不对 那如果他不收呢 宋达到主管机关为止吧 就宋达到机关就发生效率了 我先跟委员回答 最后这个问题 这个是规定是 宋达背负惩戒人 所属主管机关的一日 发生停止职务的效率 那对前面的委员的问题 我再补充一下 那么在我们的设计上 在第二审是也可以停止的 也可以停止的 只是说 这种情况啊 通常不会发生 不是 你第二审如果也适用的话 为什么只有第一审的裁定 可以抗告 第二审的不可以抗告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我们第二审就是终审了 第二审就是终审了 但是他的 他这个地方提到的 并不是他的 并不是他的判决哦 对不对 这个地方提到的是说 抗裁定是什么 裁定是停止职务的裁定 停止职务的裁定 还没有到判决 我懂你的意思是说 你到判决的时候 二审当然是确定判决 当然没有问题啊 对不对 但问题这个地方不是提判决 这地方请抗告 没有讲 请教一下 最高法院的裁定 可不可以抗告 中级省 三级省 最高法院的裁定 普通法院的裁定 可不可以抗告 没有办法 对啊 就是中级省 我来整理一下 李委员 不好意思 我来整理一下 就是大家刚刚的那个提问 就第四条 第四条我们是规范了 职务当然停止的事由 因为你要停止职务 一定要有法律的依据 所以要明确 那第五条 我们这次 除了维持原来的规定 就是说 这个主管机关 他可以依法停止职务 惩戒委员会 就是惩戒法庭 也可以依职权停止职务 那我们再明确说 他可以提抗告 那提抗告这个规定 并不是排除他在第二省的时候 在终极省的时候 不能够停止职务 这个刚刚秘书长也答复了 那另外就是 刘委员跟 跟那个李委员的意见 说 那我抗告 那本来就是停职嘛 就是停止职务 那抗告 依照我们台湾的 这个行政程序 行政的这个诉讼法里 我们一般是 抗告是不停止执行的 所以你纵使对你停止的裁定去抗告 也不会去停止 要停止职务的执行 对不对 那现在的李委员的意见是说 那以前是通知嘛 就是要通知到这个人 但是以前也是通知到这个机关嘛 那现在是用裁定 裁定也是送到到他所属的机关 但是是从一日起发生效力 一日起发生停止的效力 是不是这样 是 那大概我们相关的这个 营案大概是这样 那可以让我们委员长 好来委员长 请尽快说明针对委员的提问 这个停止职务啊 我们一向都是尊重主管机关 所以过去实际上是一支权 但是实际上都是机关他们来申请 那我们过去也是用审议的决定 就是类似我们现在的裁定来做处理 所以停止他本身 这个实际上我个人是没有碰过自己一支权 那我们认为一支权大概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他违法失职情节非常严重 而且会妨碍他的公务的执行 或者会妨碍我们调查程序的进行 这个时候才会一支权来做停止 所以实际上我们都是一生权 谢谢委员长 这个就是我刚前面提问的那个原因啦 就是说你有必要加上一支权三个字吗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你实际上面来讲 司法院的运作的 这个惩戒法庭运作的 是不是更有弹性 因为你在其他的法条上面的规定 大部分的法条 我们看到都是一职权或一申请 实务上面来讲 那你有必要就是说 要做这样的一个限制吗 我请教一下 我先理清一下 就是说我们被移送的惩戒案件 我们的诉讼关系人有谁 会写移送人吗 还是写申请人 移送人是移送的这个 有监察院有主管机关 有他的所属机关吗 是写移送人还是写申请人 移送机关 移送机关 所以有没有申请的权限 就是主管机关 原则上都有申请权限 所以就是有申请的权限 有申请的可能吗 对 那只是说以现行的做法 都是你们就是 尊重主管机关 尊重主管机关吗 那现在 李委员的疑虑是说 你们写了依职权 是不是就直接排除掉 依申请这样的一个空间 没有排除 没有排除 那那个 实务上的运作 要不要把依职权拿掉 还是说你们考虑一下 我们这条就保留 这条我们本来在将来修正的时候 我们要研究 有关这个雇员的停职部分 到底我们要给它走双轨还是单轨 因为目前假设我们全部尊重主管机关的停止 那一部分就跑到行政诉讼去了 好那这条我们就保留 因为这个我们还是要送协商 接下来讨论第六条 主题可不可以让我们再说一下 这一个条文 来请说 跟委员报 现在实务上虽然有申请 但是申请的话会有发生两个效果 因为我们主管机关也可以 依职权来停职 那送到法院来也可以来 这样会产生一个效应 就是说如果主管机关 我们放了一个依申请 可能会在实务上的运作 会产生一个效应 可能主管机关 他可能就全部送来承接法院 他不做自己 自己来停职了 所以这个时效上面 可能会有一个落差 所以才会说 我们现在没有在条文上的文字 放一个医生 就是怕产生这样的效应 我再补充说明一下好了 但你没有必要 一定要加这三个字 原因是说你会更有弹性 你会更有弹性 比如说假设 假设就是说 主管机关他其实认为 因为主管机关 他的主管 他的单位主管 也可能换人 他可能不是说 始终都是同一个人 对不对 那他如果换人的情况之下 比如说在案件 已经他没有做 前面的主管 没有做停职的处分 但后面主管认为说 有必要 因为他是妨碍到 人民的权利义务 可是他案件 又已经到惩戒法院 他难道不行 就是说 请这个惩戒法院 做一个补救的措施来做吗 所以你删掉这三个字 培养讲我看不出来 对你的影响在哪里 反而你司法院的弹性更大 为什么你会抗拒呢 那就尊重委员的意见 我们就把它删掉 那个第五条保留 接下来讨论第六条 第六条没有修正 那我们还 是不是我们就知道 司法院的提案版本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七条 第七条就是 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改为惩戒法庭 如果也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知道 司法院的提案版本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八条 接下来讨论第八条 来司法要不要说明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要完备 那个就是防退 防退条款 那么就是不管是 那个主管机关呢 主动移送给 惩戒法院的 或是送请监察院 审查以后啊 这个都不可以再 申请 退休退伍 好 这个也是跟法官法一样 就是说 就是在有疑忆的时候 有重大正义的时候 就不准他申请退休 这个规定嘛 好 那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的话 我们就知道 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 等一下 我请教一下 那个加上去的 基本上概念上面来讲 我先讲概念上面 我认同啦 概念上面我认同 那个在用字的地方呢 我要请问一下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讲说 不受惩戒 不受惩戒免疫 不受理判决确定 因为他会有两种情况嘛 一个是就是 其实他就不应该惩戒嘛 对不对 一个是你的判决 判决是你进到实体上面了 对不对 一个是形式上面的 形式上面的不受 不管是形式 不管是形式上面的不受理 或者是实质上面的判决决定 不受处分 或者是不受 或者是要处分的情况之下 那他都不会 他都不准 那那个期间 通常来讲 他会有多久的期间呢 这个 实务上面 实务上面 可不可以让我们委员长来说明 是 谢谢 实务上就到判决终结 对 大概 我说实务上面来讲 因为我们要看到就是说 这些公务人员啊 他辛苦了一辈子 我们先不要推定他被移送 他就一定是违法的嘛 对不对 里面 里面是不是也曾经有过 不违法的这个情形嘛 所以我们想要衡量一下 就是说 大概在你过往处理的经验里面 有罪跟无罪 跟不受理的比例啊 他到底是多少 然后呢 你需要经过实务上面来讲 因为现在我们就变成二审了 对不对 以前的时间还比较短嘛 那我们讲说 从实务上面的期间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 实务上面的期间 大概你要等他 我们不谈修法 因为今天才在讨论修法嘛 我们在以前过往的时间 大概就有多久的时间 那我们现在呢 就拜托那个 我们的那个厅长啊 单位表达一下意见 就是说 你增加修法之后呢 这个期间再加上去 大概 对公务员人影响的期间 大概是多长啦 我的问题是在这里 我们通常 案件大概在四个月 三个月四个月 可以终结 就是第一审啊 将来的第一审啊 加二审可能要半年 多一点 简单来讲 实务程序上面 法院将来在二审的部分 您确定 就是说 就说只要在两个月之内 法律审就可以完成 因为我想知道 两个月可能没办法 不是 因为你现在是 你现在是一审三到四个月 加上二审是半年 那不是就是二审的部分 只有两个月吗 我说二审也差不多也要 就是说二审也要半年 三个月到四个月左右 二审也差不多三个月到四个月 法院的部分 这个 因为我刚前面讲 其实公务员承接的案件 并不多啦 并不多 所以我 因为相较于最高法院的案件 我们刚刚看起来 那个量其实差很多 所以您这边的 能够进行的部分 确定就是说 最长的期间 不会一月六个月 这个承诺有吗 没有 他如果牵涉刑事的话 有时候就没办法啦 就他可能是贪污啊 又移送来惩戒 这两个事实是相同的 那你那个部分 牵涉到刑事案件的时候 你那个会停吗 会会停 你会停嘛 会看刑事案件 会看刑事案件 那我们都知道刑事案件 这边刑事厅厅长是不是在 我们刑事案件 有时候时间其实是蛮长的嘛 所以你现在他的 不准退休的这个情况 他就是很长 那不准退休 他又继续 刚前面讲的是说 他继续有这个职务在嘛 对不对 所以他继续拿他的本缝 跟他的 还是属于限职人员 还是服限职的嘛 还是服限职的 他也不能兼职 兼职也是违反公务员服务法 是 所以简单来讲的话 这个我们从过往的经验里面 他最长的期限 贪污的期限 你在刑事案件审理的时候 几年 八年 几年也有 几年也有 蛤 有一年两年都有 一年两年很快的 有一年两年 刑事案件贪污结案的吗 是怎么样 如果 贪污的话可能就更慢了 对 所以在这个期 可能有五年以上了 是啊 我们从实务上面来讲 他的期间会蛮长的 所以在这段期间之内 他不准退休 然后他继续拿他的 我们算过 就是说这个其实 对全民来讲 比较划算 是不是 也就是说 他说将来 惩戒 不受惩戒 那当然就可以补嘛 如果他不受惩戒 将来最终出来的 判决定是说 他不应该受惩戒 对 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 那他可以 申请退休 然后他在这段期间的 本缝的那些东西也都是 那要停止的 有停止职务的话 那当然本缝 还可以补嘛 是 OK 我本来想要了解的部分 就是说原来送惩戒的话 大概照你们讲 大概就是三个月 到六个月的时间 那刚刚委员长有提到说 如果他是牵涉到贪污案件 又是刑事案件的话 可能拖了蛮长的 要五年以上 那这个跟我们这个部分 想要达到惩戒的理由 就是不得知遣 或申请退休退伍 我就觉得就是有点矛盾 如果他已经达到 法定的退休或退伍的年限 不是他申请 那 那结果你不让他退 他就继续留在 他的原单位里面 继续去拿本缝吗 这是第一个 对对 我知道我知道 我想请教一下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在这段期间内 他这个公务员自己 本身是死亡 那如果是死亡的话 就是停止惩戒吗 还是停止诉讼 厉害 不是我是说 你都正在进行当中 其实如果被护惩戒的人 如果死亡就不受理 就终止就对了 终止了 好 那我刚所提到的说 如果在这个惩戒的 这个程序处分当中 他已经达到他的退休或退伍年龄的话 那到底是留还是不留 还是请全序部说一下 停职期间有算年资吗 来 全序部有没有到 还是人总回答 全序部 请说 法规是专门委员吗 还是全省司 全省司 好来 周沛方 来请说 停止期间 就是基本上他的年资是 就是他没有任职事实 那我们会看之后 他惩戒的结果 还有刑事的部分 是不是到最后 没有受徒刑的执行 还有如果没有受 册职休职以上的惩戒处分 如果都没有的话 就是可以补奉 那如果可以补奉的话 这段年资才是可以计算的 但是刚刚有提到说 如果是已经预戒零 已经预戒零之后 这段年资应该还是不能计算 那如果说 他最后是 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形 那他就是 应该是可以回来补办退休 那在退服法里面有规定 就是 他是以他原来的戒退日为 退休生肖日 就是戒零还是不能办退休啦 对他要等到他整个案子了结之后 再回来补办退休 那以他原来的戒退日 为他的退休生肖日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那如果他不能申请退休 但是已经达到戒退 那他仍然要去这个主管的机关里面上班 然后领本缝吗 还是就是说请他在家里就不用来了 因为他已经预戒零退休生肖日的话 我们就会让他先 退服法里面有规定 让他先就是继续停职啊 就半停职 继续停职啊 就让他停职 停职 这个好奇怪 如果未来惩戒的时候是不成案 那你可能就要补他年职哦 这个要稍微再仔细弄清楚一下 因为他已经过戒退日 一般公务人员就算没事过戒退日 也是不能再任职 所以这段时间之后我们会让他停职 这个真的我同意那流言 这个要想清楚耶 因为你 我刚刚听起来的答案好像不太一致 我不在我是不是理解错误 您的回答是讲说 如果他已经戒零了 但是因为有这样的案件存在 有这样的案件存在 所以呢他不准退休嘛 对不对 但是你刚回答是说 因为他戒零了 所以你也不给他本负 因为我们原来担心的是说 他又可以领本负 那那个成本你们有没有算过 可你的回答是说 不行他只要戒零了 他就不准领本负 对不对 可是因为他的公务员身份还在哦 因为他还没有退休 那他吃什么呢 委员可能不好意思有点误解 在退服法里面有规定说 如果他是这种情形 那他过了戒零 那机关可以审酌 是不是要发给他半负 所以如果机关决定不发给他 伴奉的情况之下 他又有公务员身份 我们原来是考虑这个 这个国民的负担嘛 但你现在讲说 机关有权利决定说 要给他伴奉 还是不要给他伴奉 如果机关决定给他伴奉的话 他最起码能够维持 生活的基本的开销 但如果机关决定 不给他伴奉的一个情况之下 然后呢你的审理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你如果有刑事案件的话 你拖的时间又很长 然后最后出来假设 我们用最极端的例子讲 假设那个情况是说 其实他是被冤枉的 他根本不应该受到惩戒 然后你只补给他 回到第一天 可以退休年龄 你那时候开始退休的退休金而已 然后其他的你这些对他的 你通通都不管啊 这一段期间就是我们先 就是这段期间可以 机关可以给他伴奉 那如果最后是没事的话 他就是回来可以办退休 那这段期间就会变成是发给退休金 你前面的时候我们有几个情形嘛 对不对 你刚刚有讲了两个 有个情况是机关给他伴奉 我觉得那个 那个最最起码还在 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嘛 所以他能够符合他的 那个生活的需求嘛 但是有一种情形是 机关决定不给他伴奉哦 他是不是也有可能 是还是不是 是 好 那假设机关决定不给他伴奉 从开始他案子被移送 到最后判决确定的时候 假设了 我们讲说牵涉到刑案 五年的过程当中 他的生活是要靠他过往的积蓄 去那个去去过日子 然后等到这个时间确定完之后 他再回来回溯到请求你的退休金 然后任何人都不需要对他的情况负责 是不是这个意思 应该说这个部分 不管是限职人员还是借退的人 都是一样的 这个部分都是机关得 得发给办数的本缝 这个部分跟限职人员 没有什么不同的规范 就是机关可以看他情节轻重 决定要不要发给他办数的本缝 这个是他借到借零了嘛 那如果还没借零之前 依法就是要给办缝嘛 那到底要不要给 蛤 他不能退休 对啦他不能退 对他限职 只是说他如果到退休年龄就 原则上是不给办缝 那机关可以考量要不要给办缝嘛 这个在有没有借零的 就是限职人员跟已经借零的人 处理方式是一样的 没有不同 所以是一个政策的取舍嘛 就是我们现在的法律规范 我们现在的政策就决定要给办缝嘛 那个机关决定要不要给办缝嘛 那如果是法院停的呢 停职的呢 限行规范停职人员都是由机关来决定 就是机关得发给办缝 好那所以那个李委员你现在在关心的这个问题 我关心的问题 其实我只有关心的问题就是要公平啦 就公平 那我如果说按照刚才前面讲这个东西 司法院可不可以回来考虑另外一个 因为刚刚他的回答是说 不管是限职还是借零的 其实对待都是一样的 刚刚我听到的他的回答是这样 司法院可不可以回来考虑 因为按照以前的情形 你刚刚讲说 比如说刑案的部分 你会等刑案嘛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这个时间的部分 因为对于处罚的规定啊 对于处罚规定 你你你不能够我们讲说无罪推定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够推定说主管机关移送的 他就一定是有应该受处罚的这个情况发生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又把它停滞到这个整个 因为你刑案有在刑案在 所以你的你的惩戒的部分呢 你也暂缓 结果呢主管机关有一个决定 就是他可以决定他是要停奉 还是决定 扮奉还是不要扮奉 我试问一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虽然就像赵伟讲的 这是一个我们的政策的这个一个规定 但即便是这样 我们是不是应该让那个损害能够降到最低 就是说那这个期间能不能够有一个最短的期间 而不是说只要碰到刑案的话 那你就不管 因为毕竟惩戒的部分啊 他包括这个故意跟过失嘛 并不是只有故意的 我们都知道刑案处理的是故意 他不处理过失的这个情况嘛 实务上面来讲 你们所有的只要碰到刑案 是不是都停 这个惩戒的事实 他所根据的事实 如果是涉及刑事 原则上我们会停 刚才讲的我们现在提到第八条 第八条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只是规定他不能申请退休之前 那实际上这个人还在上班 他没有停止 也有这种情况 可能还继续上班 上班一两年 然后后来刑事判决出来 或者惩戒判决出来 那这个时候那当然就回复到 他可能会被撤职 或者怎么样就不能退休了 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停止中的公务员 那可能会影响会大一点 停止中的公务员 我们在工程会目前的做法 都是优先来处理 我们尽可能就是说 除非这个惩戒事实 完全要根据刑事的判决 那否则我们像目前 很多的庭审案件 我们都撤销的 我们工程会可以根据他的职务行为 有没有为师啊 这个来做判断 谢谢 等一下 谢谢那个委员长 我觉得那个您的回答 很有帮助 很有帮助我们的判断 可不可以在会后的时候呢 提供给我们以过往啦 过往 因为我们从过往看未来嘛 从过往里面 你刚前面提到的两种情形 有停职跟没停职的比例 有停职跟没停职的比例 因为我们要算一下我们全老百姓的 那个口袋里面的那个成本 它是不是那个划算嘛 就是说有停职跟没有停职的比例 然后有停职跟没有停职的比例之后的最终的认定受惩戒 跟比如说那个没有停职的最终他不受惩戒 那当然没问题他本来就应该领嘛 但如果说没有停职的情况之下 他最终还是受到惩戒的比例是有多高 我们也可以知道说 哦那原来有这样的人 他花了我们老百姓多少钱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说受停职的情况 他最终受惩戒的比例有多高 我们大概从那个比例性去看一下 他的那个可能性 我们也会知道说 那这样的一个处分呢 即便他不能够面面俱到 但这样的政策是不是妥当的啦 好不好再拜托谢谢 能不能说一句话就好 那个我们停职处分的 这个实际上我们这个公园的庭审之后 在判有罪的很多 大部分都是有惩戒的 那问题是他有没有要申请退休或者资钱 这种情况我们工程会是不知道的 因为他在机关里面有没有申请不知道 那我们只知道送过来以后 有没有停审 有没有停止他的职务 但停止职务建筑非常少 那个委员长 你会后再跟李委员确认一下 他想要的相关数据 或者是私刑厅 那个应该是 应该是私刑厅统计吧 不是那个 不是行政诉讼承接厅吗 可以你们拿两个厅去统计一下 他的资料给他好不好 谢谢我只讲一句 因为委员长你在这边 你今天在这边备询是组织法的原因 因为这个法案不是因为这个承绩法的法案 没关系我只讲一句就好了 因为这个可以节省大家很多的时间 就是说 你没有关系 你在你手 你的单位里面有什么样的资料 你给我们你的单位的资料就好了 然后我们会去做后续的这个追踪的 好不好 就拜托谢谢 好 这个第八条主要还是我们去加强规范 就是他有受到这个惩戒的移送的时候 我们要不让他申请退休资钱跟退伍 那我想这也是社会的共识 第八条委员如果没意见的话 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二章惩戒处分 请问委员对张明有没有意见 张明没有修正 那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九条 第九条委员有没有意见 本条没有修正 那是否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十条 第十条委员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十一条 本条没有修正 我有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知道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十二条 我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知道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十三条 本条也是没有修正 请问我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知道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十四条 我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知道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15条 我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知道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16条 我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知道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来讨论第17条 请问我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知道司法院的提案通过 接下來討論第十八條 請建委員 第十七條 這個一萬以上一百萬以下 上一次修正是什麼時候 一百零四年新增的 一百零五年五月二號施行 所以是五年前 那之前是多少 你們這邊有記錄嗎 之前沒有這種懲戒處分種類 之前沒有罰款對不對 是 這位有沒有意見 因為才五年 所以 因為你在其他審理的時候 都會有提高的狀況 那這邊既然急劇拉那麼開 一到一百 那就目前沒有意見 好,謝謝 那十七條 我們就到司法院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討論第十八條 好,就是把寄過在明定啦 算是寄過一次還是寄過兩次 來,賴委員 請教喔,因為這個在一般在機關裡面的考機會喔 他可能也是會做懲處 比如說寄過喔,一次兩次 那現在在懲戒法院如果也做認定上面要寄過的話 這個在先後之間或是親眾之間喔 這個主管機關做的寄過會不會受制於這個影響 而重新改變 還是說這兩個之間 這個以當事人來講 他如果機關給他寄過一次 可是懲戒法院說兩次 那他可以去救濟的時候要以哪一個為主 這個最後的結果還是要以懲戒法院司法的懲戒為主 所以他我們會規定在他的這個處分會施起效力 行政機關的懲戒 是 那因為行政機關通常寄過之後 他年底的考機獎金啊各種就已經受影響了喔 所以說在這個不管是親或重 或者說到時候是顛倒 是懲戒法院覺得不過重了喔 所以這個的救濟跟後續的處理是 可以在你們的這個審定或裁決書裡面 或一併主張當事人權益的處理嗎 實務上我們還是只有處理這個移送機關出來 我們要去處理公務員他應該受什麼樣的懲戒 那至於他考機法或是其他的這個權益 還是在實體法裡面 對可能要看這個主管機關 還有一些權序機關 一些人事機關的規定是 請教 因為主席這個就涉及到有一些後續是跟他升遷啊 晉升啊等等主管職的這個權益嘛 所以剛剛就是一個問題是 他從這個審理之後到這個中審這個時間 一定會影響到他年底的一些考機 影響到他體積啊升等等 所以我說還是這個時間上面 也能夠比較明確去規範嘛 他就是在季過之日期一年內 就是在一年內會影響 跟他的案件的進行的長短比較沒有關係 當然就是考量啦 他在一年內他會受到影響 來立委員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其實這個賴委員比我熟啦 因為那個主管機關的東西 您這個要求說 寄過 因為你是用德嘛 德為寄過一次或兩次 你加了一次或兩次的那個原因在哪 因為在你的那個立法理由上面沒寫 就是說你寫 你限制他在一次或兩次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你下面有一個一年內寄過三次者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從一個 他是說一年之內只可以寄過一次或兩次 我不知道你加的原因在哪裡啦 但是你可以說明一下就是說 你寄過德為寄過一次或兩次 你是說一次 每一次你可以寄過一次或兩次 那為什麼不可以三次 是什麼樣子 我相信你一定有你的理由 但是因為你的立法理由上面沒說 你的立法理由上面沒說 所以我們就不知道說 你到底你的這個原因是什麼樣的原因啦 是說三次之後他就 他就 因為你這邊講說一年之內寄過三次者 三次者 然後他這個改序 沒有辦法降級的話可以 你的意思是說 那一年之你不能夠 你不能夠就那個單次的行為 比如說他有貪污的情況之下 你就寄他那個寄過三次 不行是吧 你之所以加一次或兩次的原因在哪裡啦 簡單來講我的問題是這樣子 跟委員報告 那個一次或兩次 這是目前的實務 目前的實務判決會這樣下 那麼之所以一年內 接著中斷啦 就是說 寄過自治期一年內 在中斷就一年內寄過三次 那是指說 有兩個判決以上 但是我覺得我們今天在修法嘛 修法我們應該講的是講說 什麼東西是對的 什麼東西是錯的 而不是直接把 你如果有這個實務 他並不需要一定要納入法定的規定嘛 除非說這個規定是對的 對不對 否則的話 你實務就照樣你自己的實務上面 你操作也沒人管你嘛 只要在法定的範圍之內 可是今天不是喔 你把你的實務的規定 你要納到法定規定裡面 你說每一次的行為 你只可以記過一次到兩次而已 我就不知道你的原因到底在哪裡啦 比如說今天假設 你剛前面又引了一個貪毒的案子嘛 對不對 那如果是貪毒的案子 你認為說這個影響到全民的這個影響 或者是說我們食安的這個檢驗的情況 主管機關有有有有放水或怎麼樣 我是舉例啦 假設案例的情況之下 然後造成這個我們台灣的年輕人的 因為塑化劑生育那個情況變差 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的記過就一次兩次嗎 你到底要限定他一次兩次的基礎在哪裡 如果你單純講說是你的實務作業的話 我認為他不應該納入法定的規定 那是你的實務的習慣而已 那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在法官在判斷上 大概如果要超過兩次的記過以上 就會往上再生啦 是罰款或是減縫或降級 或甚至是修籍 剝奪減少退休金 甚至是撤職免職 那你修他幹什麼嗎 你原來的十八條 你原來十八條的情形 你原來十八條的情形到底是怎麼樣子 造成你的運作上面的困擾 或者是說他有什麼樣的弊端在哪裡 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將實務的運作 讓他明確化 就你卓文的預知啦 看是要記過一次還是兩次嘛 是不是 就像我們在判 你到底要判 就像你的刑法嘛 那個最輕情度跟最重的刑度 在中間一個range嘛 那只是大家以前理解是記過嘛 現在是說到底是記過一次 還是兩次更明確啦 我是覺得你如果像通常來講 你的刑度來講 其實法條上面也有規定嘛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或者是什麼樣的一個規定 五年以下 他有他的那個基礎 這個我理解 但你今天就是單純的 要把你的判決的東西 拉到法條上面來講 我看不出來有這樣的必要性啊 除非你能夠講說 原來的東西 它造成了什麼樣的一個錯誤 或什麼樣的一個困擾 對不對 那否則的話你說你修它 只是單純你要把你的食物上面的東西 拉上來 不是 將來的法官他可能他的見解跟你不一樣啊 是不是 好劉委員請說 我的理解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在第九條的時候已經通過公務員的懲戒 一共有九項嘛 那他只是單純說這個記過的部分有記過一次或記過兩次 我大概都是用排除法的邏輯思考來看待這一件 因為很多人覺得說記過可能是記過一次啦 那他們在程序上的處理會覺得說有一次或兩次 那如果你要升高的話就是往罰款那個地方升高 應該純粹只是為了把它多寫一次或兩次而已啦 其他的內容我覺得沒有必要啦 因為你還有第三次嘛 沒有啦三次就往上升到罰款的部分了啦 他不是記過三次啦 最高只能記過兩次 他是說一年內你如果記過三次你不能夠 對 所以我覺得還應該還好 你就要改序啦 他不是一次可以記過三次 他是說一年內你如果記過三次你不得改序啦 是這個法條的文字應該是這樣解讀吧 好 這一點我們保留好了 對對但我知道你要保留 但是我講一下他才能夠參考嘛 對不對 好 請說 對不對 那個我覺得如果是按照劉委員那樣的講法的情況之下 那你要改的地方其實應該是在第九條啊 沒有啊 你要改的地方 因為他這第九條的地方並沒有講說 記過的處分有記過一次跟記過兩次 然後他只是在第十八條裡面跟你講說有一次或兩次 就這樣子而已 沒有啊你第九條的地方 你第九 剛引用你講第九條嘛對不對 你記過兩次以上的時候就會跳到下一級嘛 沒有啊 你第九條並沒有這樣講啊 李委員他這個立法方式你可以看一下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我們沒有在第九條的第七個罰款裡面說要訂到什麼嘛 是在第十七條第十八條跟你說記過可以一次或兩次這樣 沒有所以我的意思說當你一次或兩次他就排除兩次以上嘛 他本來就排除啊只能記過兩次啊一次只能記過兩次而已啊 記過一次 沒有啊他這邊講說記過得為記過一次或兩次啊 然後下面還有一年內記過三次 那是一年內他可能上半年被記一次下半年被記兩個過那一年內記三次過的話 但是你這個地方你這個地方你講你如果是按照你的推理我覺得就是說我們現在是在修法就是講他的是非而不是在護航嘛對不對 那你如果在講說單次的記過單次的記過只可以記過一次或兩次那就是你講的啊 但是問題是說如果並不是單就是單次的記過為什麼只有一次或兩次我剛前面聽到的是講說哦 因為你第九條有規定但第九條沒有規定說你記過只有一次或兩次啊 更何況更何單次啦單次更何況呢你在第十七十八條的地方你講說一年之內記過三次者 那你這個條文前面講說記過只可以得一次或兩次 然後接下來同一個條文就講說一年之內記過三次 平常的人在讀的時候啊他也會覺得奇怪啊 那更何況是說今天是我們在的時候我們看到所以我講說統計數字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在判斷 根據統計數字上面來判斷說這個記過呢跟實際上面受懲戒的情形 他的比例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形 如果你今天單純的因為我們認為說啊記過兩次已經很重的 說不定將來任職的法官他認為覺得說我覺得這個情節很重大 我一定要告訴他是很嚴重的 我要記過他三次為什麼你排除了他的權利當然我聽到你講的你今天講說啊你不要記過三次啦你就給他罰款就好了啦 但是那個權限沒有必要在我們的委員會裡面去做這樣的一個限制嘛 對不對他愛記過幾次然後他要用罰款他要用申戒他要用減縫他要用降級就讓懲戒法院的法官他去處理就好了嘛 那你們實務上面如果你有內規如果你有內規說記過只可以記過兩次那個是你內規的問題你今天不能把你的內規納到法律的規定上面來嘛這是我的意見好不好提供做參考 我聽到那個趙薇講說保留啦我沒意見保留我沒意見但是我希望保留呢既然保留要送朝野協商那個依據還是要出來啦好不好拜託謝謝 看那個行政訴訟診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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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再重複一下 那我就說現行我們有法律規範說寄過就是一次或兩次嗎? 寄過 一次寄過可以寄幾次啊? 因為在考基法裡面寄過三次就是累計就是一大過 但是它三次是分次嘛,對不對? 不是一次最高可以寄到幾個過 可以兩個 那規範是在哪裡啊? 在考基法裡面 那你查一下好不好,查一下法條 我們現在理解是說你一次寄過是可以寄到幾次吧? 應該最高是寄到兩次吧? 就是一次寄過 好,18條我們保留 來,蔡委員你要講嗎? 我講一下我的意見 就是說如果18條的這個邏輯是基本上跟第15條一樣會有一樣的解釋上 就是降級一樣是有降級一級或兩級 那可不可以降級三級? 好,有這樣的邏輯啊 就是說在論理上如果要處理的話應該讓15跟18條是同樣的架構好不好? 好,好 我們剛剛已經通過了,蔡委員我們這個法案會送協商啦 所以協商的時候再提好不好? 所以我們還是把法規找出來 就是,我們還是把法規找出來 就是,法律上的規範解釋就是你一次你要給他寄過就是最高就是兩小過 你如果要更重的話就跳到另外一個考量看是大過還是什麼 我的解釋是這樣啦 那就 等一下,那個拜託剛才查資料的那個主管機關 就是連那個剛剛蔡委員講的 我覺得那個也是有道理 兩條其實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那個,那個減縫的那個部分啦 降級啦,對不起15條 降級的部分是不是也一併查好不好? 因為可能要拜託給本會的委員在超越協商之前 我們才能夠知道你真正的邏輯是怎麼樣好不好?謝謝 好,接下來討論第19條 正常沒有修正 如果沒意見的話,我們就知道司法院的提案通過 主席,請教一下齁 你書面為之是什麼意思?就是說 會通知到主管機關還是只通知到移送的被懲戒人? 還是兩個都有? 好,來,司法 我的意思是說不要有正本副本 這兩個都是正本 是兩個都正本嗎? 請教一下書面為之,這通知是怎麼通知? 來,檢店長請說 身界就是要告訴到那個就是被附懲戒人 那那個是主管機關? 機關呢? 因為要送到到主管機關 兩個都是正本嗎? 應該是 是 因為這是判決嗎? 對,因為我要強調就是說 如果你有正副本的話 就變成說副本收到的人 沒有收到懲戒文書的所有權案的人 因為他不是用行政公文,他是用判決 他是一個判決 他是一個判決 所以被處分的人跟醫生機關都會 是 好,謝謝 謝謝 謝謝那個劉委員的提醒 那我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剛才就是你前面提到的部分 就是有不同的級別 第九條有不同的這個級別 那只有身界的部分是要用書面的 其他的部分 你要給他降級啊 你要給他休職啊 這些都不用書面通知他 是不是? 因為你的第十九條是講說 身界以書面為之 然後比他嚴重的 寄過罰款什麼休職什麼東西 通通都不用書面 跟委員報告 這個都會用判決或去下一個主文 那後續的執行 會有那個權序的一些動態 一些登記 或是一些處理的方式 還會連結到那個區塊 是 好,所以我追的那個劉委員剛剛提出來的 就是說 你身界的部分呢 你是給受這個懲戒的人 跟他的主管機關都是正本 然後如果你是第九條 第一項的第一款到第八款的部分 你只給主管機關 不給受處分人 判決一定會受給這個受處分人 是,那就是回到 回到就是說 因為你現在是 我們現在是要釐清你食物上面怎麼做 然後你有這條規定的原因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講說第九條的部分呢 我剛聽起來 我們可不可以先按那個邏輯 好嗎?我剛聽起來你的意思是說 第九條第一項的第一款到第八款的部分呢 你都是用判決做成的 所以會有受懲戒人 然後也有主管機關 是不是? 是不是? 他全部都會有這個 不論一到九款全部都會有判決 那判決後面都會有執行的問題 我給委員說明一下 不是,讓我先問一下我的問題嘛 你必須要了解我的問題 你才有辦法回答嘛 所以如果你的第九條的第一項的第一款到第九款 都是判決 然後都會送達送懲戒人 對不對? 那剛才就回到劉委員的問題說 第十九條的部分 你特別拉出來一個申戒 你的其他的免職啊,測職啊 什麼都寄過 通通都沒有啊 只有一個申戒的情況之下 要用書面為之 所以剛剛劉委員才會問你說 你這個書面為之是給誰啊? 是給受懲戒的人 還是給主管機關 你剛剛的回答是說 兩邊都給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這個東西也會給判決書的話 兩邊也都知道的話 那你要第九條的規定幹什麼? 跟委員報告 判決是判決 執行程序是執行程序 那麼我們是第九 這個十九條是在講執行程序 也就是說他特別在講說 那麼申戒的執行呢 他不是口頭申戒 他是要書面申戒 是這個意思 那麼其他的判決啊 比如說免除職務啊 那就由人事單位啊 他怎麼去操作 就可以達到免職 那就要那樣去操作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在這裡了 那你特別把申戒拉出來 你特別把申戒拉出來 那你說申戒是誰要拉出來的原因是因為 不可以口頭申戒 一定要書面 那寄過不難道也是 不可以口頭的寄過 一定要在明那個有書面嗎? 因為我剛剛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聽長回答是講說 哦 因為他是會用判決書出來 所以不需要有書面的 因為判決裡面已經是了 對不對? 那同樣的申戒 剛才那個聽長也提到說 申戒也是會有判決 對不對? 然後秘書長就說 哦 那是因為呢 這個地方判決第九條的 通通都有 那這個地方只是要 我們必須要給執行的機關 讓他知道有申戒的情形 那我問題就是說 那你的第九條的第一項的第一款到第八款 都不需要送執行機關嗎? 需要 那要需要送執行機關 那這個申戒 你把它特別拉出來的 在第十九條規定裡面 他就跟你們剛才的回答 都不一致了 你剛才不是回答 沒有人剛剛不是回答說 你之所以要把第十九條拉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你要送執行機關嗎? 判決你還是通通都有 那這我們就聽懂了 我們就聽懂 就說 你是因為要給這個執行機關 所以你必須要有書面的 那我的問題就是說 那第一項 第九條第一項的第一款到第八款 不是也要執行機關嗎? 那你又回答說 那沒有關係 因為判決已經有執行機關了 那你的判決裡面難道不含 你剛不是講說含申訴 那執行機關也有申訴啦 那你還要 第十九條幹嘛呢? 那你還要 第十九條幹嘛呢? 除了裁定之外就是判決嘛 你們這個應該是在講說 如果申戒的話 主管機關要用書面來給他做申戒 是不是這樣意思? 沒錯 那就是不能用口頭 所以剛剛你們的回覆 大概有點轉方向了 就好像只有申戒要用判決 那會讓人家誤會說其他的更重的 好像就不用判決 不是啦 這個是一個執行的方式啦 是不是? 是一個執行的方式 沒有錯 是這樣 那承接法院的決定一定都書面嘛 不管裁定或判決都是書面嘛 在我們實務上主管機關如果做考試上面 對他申戒口頭等等都會有書面 第一會有記錄嘛 第二個告知當事人 因為他要去做他其他的這個救濟 所以不會不給書面的啦 所以反而這個是在處理的是 這個審議之後認定是懲戒 對對對 這個就好像不是判決 好像就是說叮嚀告知警告 那這個我覺得這條意義沒有真的很大 所以要不要考慮這條就不需要列路 那個賴委員 因為反正我們這個法案會送協商 沒有他的重點應該是說 我法院判決下來 那這個判決的結論主文是身戒 那你的執行機關你的主管機關 你要給他身教又用書面 對 我給一個小小的建議啦 你要嘛就是按照剛剛賴委員講說 這條刪除 你要嘛就是說 你的那個第九條的東西全部都是書面 怎麼會只有拉出來一個其他的沒有呢 你要嘛就是說這條不需要 因為你判決本來就是書面嘛對不對 那你要嘛就是說 書面的第九條的東西通通都要書面 不會只有身戒 你要你把身戒拉出來 好像是不是別的東西不要書面 好 這條我們保留齁 來接下來討論第二十條 來那個有蔡委員的修正動議請宣讀 請參與修正動議編號一 第二十條 對照現行條文 第一項 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修正為懲戒法院 後段 不得予以休職之懲戒 修正為不得予以休職或減少退休職五金 降級減縫罰款寄過或申戒之懲戒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 將現行條文的第三項前段之前二項修正為前項 第二十七條 將第一項序文修正為 除法律別有規定外 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 第一款至第八款同現行條文 第九款將現行條文但書部分予以刪除 增定第十款曾參與該懲戒案件或同案被附懲戒人之前審裁判 提案人委員蔡毅宇等 好 蔡毅宇請說明 好 謝謝主席 那我提的修正動議有二十條跟二十七條 二十條我主要是針對 目前如果照現行條文以及修正的 未來的修正條文 司法院的修正條文的話 他還是有認為說 公務員的懲戒 如果時間超過五年以上則 就不得於 減奉 降級罰款寄過申戒 那欲十年的話 就是不得於於休職 那我認為說 把它分為五年跟十年這樣的一個時間的一個差距 然後就有一個懲戒上非常巨大的結果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並沒有法理上的依據 所以我的修正條文是把它改成 一律是超過十年以上的 那就不能 就不在於這樣的一個處罰 那所以這最大的變動是在五年至十年這一塊 如果公務員有應該受懲戒行為的時候 應該還是要予以懲戒 那在第二十七條的話 我是在 我在這個法官迴避這裡 因為我們認為說 不管是任何人在接受審判 包括職務法庭 包括懲戒法庭 我們都不希望同一個法官 然後重複的在審理相同的案件 所以我們在於法官迴避的 我把它再增設 這個第十條就是說 如果參與該懲戒案件或同案 背負懲戒人前審裁判 就是說這個法官可能在參與 他的同案背負懲戒人 或者是參與他的前案的時候 他可能法官會產生了一個一定程度的新證 那既然已經有新證的法官 那就不應該再去參與這樣的一個處理 那第九條說迴避一次違憲 這個我也認為這個文字上不必要 所以這是以上是我的修正動議 謝謝 好 那我們先討論二十條 蔡委員是把他全部都 都 等於是放寬 已遇十年 全部都要到十年 文字是放寬 可是結論是對公會 結論是更嚴格 好 來 司法院請說明 這個是在104年的時候修正的時候 是按照四字583號解釋 就是採層級化的那個時效規定 就是說如果他不分懲戒 處分種類的輕重 一律規定為十年 這個應該要去區分他的輕重 比較符合比例原則 所以才會把它區分為五年十年 對 但是我認為那個大法官解釋是說 應該要把 應該是要列為十年或者是十五年 不應該是十年或五年這樣 那我要不要建議一下 你要不要把相關 這條要不要先保留 反正那個我覺得蔡委員講的也是 如果大法官解釋的意思 其實是像蔡委員剛剛講的話 我們可能應該要看一下 還是你現場可以發給大家 還是你現場可以發給大家 來 解聽長再說明一下 這個是上一次104年這個 立法院把他考量過的這個輕重以後 分為五年跟十年 那如果現在要來再把它 就是說要再 就是說再把它延長為十年或十五年 大法官並沒有去講到說 他應該要幾年啦 這是可能我們立法裁量的問題 嗯 現在是說要不要差別待遇啦 來 政委員 我請教一下 這個你們這個邏輯都很相對複雜 就照著這個二十條的內容 就是說他發生這個行為到送達法院嘛 然後五年還是十年這樣 那如果你有第二項的時候 就是說 以於五年者不得於減少退休啊什麼這樣子這樣 那看起來是說 好 如果你真的超過五年了 那我是不是也逼著懲戒法院必須要給予 撤職的處分 更嚴重的處分 因為我不能予以比較低的處分嘛 因為看起來你們是用那個 呃你們用休職啦 你們用那個情節嚴重 那九項裡面的 越嚴重的時間越長啦 好 那如果我在第二項裡面還保留的話 那因為你不得於以退職 降級 檢奉罰款寄過申戒之懲戒的話 那我就只能對這種案子 我也認為他該處分 我就要判得更重 我就要休職跟扯職 是這樣嗎 跟委員報告齁 這個就是五八三號解釋啊 所要求的成績化的處理 那麼也就是說那個 那個處罰有一定的行使期間 這是在各種法律都會有的 那麼要看情節 比如說我剛剛舉的例子 如果這個公務員他侵占的 呃這個公家的油料啊 他只有幾百塊 那你看起來 就是只能給予降級或減縫啊 呃比較符合比例原則 那麼如果你 竟然必須要等到十年後 跟必須要 呃貪戶一千萬的這樣 必須要撤職或免職的這種情節 同樣的要 行使期間同樣拉到十年 這個顯然不符合比例原則 那麼如果委員顧慮的是說 啊這個情節都這麼輕 我們懲戒法院的法官 他會對你說給他降級就夠了 那已經超過 既然已經超過行使期間 那他這段期間啊 經過了以後自然就是要給予免疫的判決 欸 那個民主長 我的看應該怎麼講呢 就是說 那個陳 他這個行為被發現 好 跟他情節嚴不嚴重 這兩個應該不必然相關嘛 對不對 嗯 情節被發現 跟他的情節嚴不嚴重 這不必然相關嘛 你剛剛是講小案子嘛 那可能五年之後送進來 那我的考量就是說 如果你第二項保留的話 他這個情節是不嚴重 但是他過了七年才被發現 但是因為你卡在有第二項 那是不是 那你們的那個 是那個叫懲戒法庭 也覺得這個 我好像也不能夠放過啦 那我就必須要判中這樣 會不會是這種顛倒過來的結果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這這個情節重 這個輕重很難講啦 譬如說那狗爸摳 他說不定是很惡意的五百塊 而不是這種很那個很隨便 不小心犯的五百塊 有可能是這樣 那如果你過了七年才被發現 因為他可能是幾千次的五百塊好了 或幾百次的五百塊 然後他到過了七年才被發現 那你因為第二項 就不得於不得給予這種相對那九項裡面 九款裡面比較輕的判決 而於是你只能判他更重這樣 會不會發生這個顛倒的狀況 應該不至於 跟委員報告 就是盡量啊 就是主管機關如果發現了 要盡量的盡快移送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啊 如果說那個情節認為 比較重啦 他自然法官 懲戒法官他就會認為 應該要給予更重的處分 他雖然客官的數額可能少 你認為說他主管的犯例很嚴重的話 那這樣子可能就會提升他的處分的成績 這個時候就是十年的 呃... 時效 我請教一下 就是說他有時候被發現的時候 就等到他同事退休之後 他一直去判嘛 那可能是很久以前的案子了嘛 那案子客觀上看起來也沒那麼嚴重 但是必須給予懲處嘛 那但是你如果之後到第二項的時候 會變得 我只能判很重了啦 因為我不得為那個相對來說 情為那個比較輕的的懲戒 會不會變這樣 結果是倒過來的 跟委員報告 這個就是公務紀律的維持齁 除了靠懲戒法院以外 我想主管機關也有一定的責任啦 所以說我們現在有懲處跟懲戒二元 在懲處的部分呢 他用公務員考基法來懲處 他也是有這樣分輕重之分 來分這個輕重嘛 那他假設他這邊 他如果我們這邊的這個行使權的期間 他是以送到懲戒法院的係數日為準 所以主管機關你本來就對於你的屬下 你本來好好的去注意他的這個 有沒有違反公務紀律的為師行為 你不能這樣拖拖到說你都沒有發現 然後七年送過來 然後讓懲戒法院說沒有其他的懲戒處分的種類可以選擇 然後我們就故意把它判中 我想這不應該是一個法官應該會去做這樣的方式 是 好那 但是就表示說我剛剛講的狀況是有可能的 那你們有沒有可能在 我不知道這一條以外其他條文有沒有啦 就是說我可以直接把你懲戒法院打回去你機關用懲處的方式處理 你不要送來我這邊 因為我第二項綁死了嘛 我不能判他降級嘛 因為已經超過五年啊 但是我又不能判更重這樣 是 現在實務上其實是比較多 那個機關他沒有處理用懲戒的方式 他趕快丟到懲戒法院 有可能是他們懲戒時間過了 他趕快送到懲戒法院 讓我們錯來不及 所以我們的懲戒處分的種類少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在已經有懲戒的下面之下 他考級法他的行時懲戒的種類 他也有時效的規定 所以他那邊不走 他讓他過了 然後趕快丟到懲戒法院 那我們法官不可能依偎這種情形 就是才比較重的手段 那那邊表示他懲戒已經過了啦 我不能夠說我再把他丟回去 因為我們法院系數來我們一定要結案 我不可能說是 因為你這邊寫的是行為終止日 不是他機關發現的時間 對不對 我行為終止然後終止很久了 他可能做到某個層級之後 他就不再亂搞了 在某些領域裡面是這樣 但是等到他同事退休才敢檢舉他 可能是十幾年二十年前的事 那那個時候小官犯小案 你看起來沒那麼嚴重 但是必須處分啦 他是發現的時候已經很晚了 已經超過五年了 對不對 那所以應該在那個走烤機法的時候 沒有那個狀況嘛 他不是故意拖的啊 只是他的發現在你的條文裡面寫是 行為終止日到送到你懲戒法院 是超過五年或十年嘛 是這個狀況啊 不是機關拖的 這我解釋是不是這樣啦 這個我不可能 我跟委員報告齁 這個在刑法的八十條追溯權的時效 他第二項一樣規定是說 那個追溯權的那個期間啊 是從犯罪成立之日起起算 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態啊 從行為終了之日起算 是這樣 那個政委員 蔡委員 這條是不是我們現在 我們這個法案會送協商 這條我們保留齁 大家回去好好讀一下 583號大法官會議解釋 好 來 我們大概在 主席主席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打個岔 那個我不反對這個保留送超議協商啦 但是我特別拜託司法院就是 因為我剛剛聽那個蔡委員跟政委員講的 我覺得都還蠻有道理的 平常講 可不可以啊 在那個超議協商之前啦 把就是剛才Miu長也提到的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趙偉提到的大法官 把那個相關資料都送給我們 我們比較好判斷說 到底是怎麼樣的情形 不要叫各個委員自己 辦公室裡面自己去做研究啦 剛剛已經提到的部分的相關的資料 就拜託送各委員 好不好 謝謝 這個法案在協商前 就是主管機關你們也是要去跟各委員說明一下 一些保留條文的一些說明嘛 這個你們在做 好現在休息五分鐘 我覺得可以把 retransendes放列官 對方做什麼 對方看見 就是兩種純是 對方看見 那一種路 對方看見 有些保留條文的 對方看見 一種路 行了 有些動物 你們在做一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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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感谢观看 或者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 好 感谢观看 法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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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效效果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好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我们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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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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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